大家好 我是Matthew 黑超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4日 今天有幾件事想跟大家緊急通知一下 第一件事 首先分享一下你的YouTube頻道 是否還有訂閱我們所有男型KOL的頻道 因為聽到的訊息就是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靜靜地拿到父母的電話 然後取消我們的訂閱 所以首先希望大家分享一下 所有男型KOL100 或者男人幫的頻道 你們是否還有訂閱 那個鈴鐺有沒有沒有了 因為我都收到一些網友跟我說 無端端不見了我的訂閱 所以希望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就是希望我們這邊 作為香港的成年人 或者合情合理 有邏輯的人 我們也要看回管教我們自己的小朋友 管教我們的後輩 看一看特別是中小學生 看一看他們的Instagram帳 有沒有 追蹤這兩位女士 這兩位女士分別就是 一個叫Miss Poon Miss Poon Poon 一個叫Emilia Wong Emilia Wong 黃 黃什麼? 黃 紫 喬 這兩位 因為這兩位 不停都賣弄色情 在蒙蔽 蒙蔽小朋友 這個姓黃那位 我本身沒有怎麼留意他的 是近日才有 因為他作了一首歌 不是作了一首歌 他填了一首詞 用一首兒歌 來填了一首 充滿抹黑警隊 帶動仇恨警察的詞下去 他也都唱了出來 現在給大家聽一下 大家看到了 那位姓黃的 其實是很肥的 肉腿很好 但是 不明白 為什麼 他有勇氣去做這件事 如果你有勇氣去做這件事 麻煩你走回正途 你不要 在賣弄色情 賣弄 這些肉 去蒙蔽 或者去欺騙 或者煽動誘惑 香港的年輕人 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另外那位Miss Poon 其實我在去年11月選舉 我已經有留意到他了 他就是其中一個我經常說的 那些賣弄色情的IG 女 過去呢 他還有 脫光衣服 打一點點格子 在空口前面 就寫 記得投票 然後投誰投誰 又幫人助選 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這邊 雖然未必需要有這類型的KOL 在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這邊 這些是旁邊左道 他們不是說道理 不是說事情 他們只是賣弄色情去誘惑 年輕人投票 所以希望大家 今天看完這條片 幫我趕傳給你身邊的朋友 就是不用趕傳給年輕人 趕傳給你身邊的家長的人 希望第一 第一 他們查一下自己的Youtube 究竟是否還在訂閱我們 藍營KOL的頻道 第二 查一下他小朋友的Instagram account 是否有跟蹤這兩位 賣弄色情的人 第三 順手 如果有Instagram account 就記得幫我檢舉 那位假的黑超哥 因為他現在依然在逍遙法外 依然在利用我的圖像 每天update我所update的東西 去蒙騙我們的支持者 所以希望大家檢舉去 Instagram來說 現在我是沒有account的 我是絕對沒有account的 已經是 完全被封殺了 投訴無換 上訴無換 最後 不要忘記 我的五大訴求 分享這條片 分享這條片 like我這條片 在這裏留言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不要忘記那個鈴鐺 今天想分享這麼多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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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